各位南田的街坊,大家好 我不是快一點,我是慢一點,大家好 首先要很感謝人民力量的一群義工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都是涉而不捨 繼續每個星期出來開街站,感謝他們 我剛剛就在觀塘地鐵站來到南田這裡 很感動,很多朋友都很關心快便 我要待快便又再一次多謝大家對他的關注 本來快便每個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或者星期六和星期日 都會在九龍東不同的地方開這個健康廣眾的街站 有沒有朋友以前來過,聽過我那個口罩 有吧 我就最熟法例的了,這個599G 599G之下有十二大的潑廉 健康廣眾派發口罩就是潑廉的 所以那些工聯會啊,民建聯都經常是跑咒的 是吧 所以那些警察呢,不要騷擾我們街站 不要騷擾我們的健康黨座 是吧 快便其中的罪呢,被人說擾亂公眾秩序 其實我們從來的秩序都非常之好的 是吧 如果沒有警察出現的秩序就更加好 是吧 是 大家很關心快便的最新狀況啦 其實我想他呢,都很顧著大家 因為每個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呢 他就是 無論有沒有選舉呢 或者選舉取消了呢 快便都是會新行的 他不出來開街站 是因為他覺得要繼續去啟迪文治 繼續要抗衡一些官媒和媒 繼續要抗衡保皇黨 無論我自己都經常這樣說 無論我是否在議會呢 我都有幾個心願 第一個心願呢 就是不要令香港人灰心死心 第二就是不要讓對方陣營啊 不要讓保皇黨、林鄭月娥、政府 和共產黨呢 是騙了民意過去是吧 是 第三呢 就是希望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 支持我們成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地方 無論在任何崗位 無論是議員、不是議員 有沒有議員的銜頭 快便都不是議員 是不是 他的戰鬥力是否仍然很強強 比很多議員 是 所以 只要我們的目標一致 只要我們堅持 是非洩而不捨去做的 無論在任何崗位都有人做到事 這幾個月是否在議會呢 我都會繼續抗爭到底 快便為什麼來不到呢 我知道大家都很熟 很知道的了 本來上個星期日呢 他都想開街站的 是不是 上個星期日本來是什麼日子啊 投票日 投票日 那為什麼沒有了投票日呢 為什麼沒有了投票日呢 關不關疫情事啊 當然不關疫情事啦 是關選情事嘛 是吧 就是因為保皇黨怕輸嘛 保皇黨怕著摸不到他們 現在立法會的絕對優勢嘛 為什麼 人大都不介意做多年了 因為他們在立法會 無論地區直選 還是功能組別 都過半數嘛 是不是 這個不是正常的狀態來的 這個是異常的狀態 因為DQ了六個議員 因為補傳一直都不發生 所以令到保皇黨 無論在功能組別 還是在地區直選 都是過半數 所以共產黨都樂於見到這個形勢呢 是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最最重要的 是要他盡快啟重啟選舉 是不是 而不是一路拖下去 是最少一年 是一年或以上 在哪裡呢 他在荔枝國收入所那裡 我探到他一次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探他 但是呢 一日只可以有兩個人探 一起探十五分鐘 所以坐下 說兩句就要走的了 還有我們都讓些機會 給那些家人 和那些好朋友 去探他先 如果大家想見他 有兩個方法 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明天下午兩點半 明天下午兩點半 去到西灣河 東區裁判法院 因為快啟呢 明天會提堂 就不是他現在被拘留那條罪 是告他五月二十四號 在銅鑼灣東角度 擾亂公眾秩序 左差在辦公眾 說得出的那些 你都會說的 總之逢出 阿Sir叫你殺他 你走你不走的那些 你就是 就終了 有三條罪 他要提供的 星期一 下午兩點半 那如果大家是有時間 可以去到 西灣河 東區裁判法院那裏 如果拿到票 可以進去聽訊 拿不到呢 就可以在門口 我們叫做接車送車 看一下快哪一架 那架籌車來到 可以和他打個招呼 明天我就去不到 明天去不到 我去不到支持快啟點 但是呢 我明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呢 又有另一場仗要打的 你知道嗎 我明天是私人檢控 郭偉強繼續 是啊 郭偉強在立法會 眾夢為攜 大家拍住了 普通襲擊我 竟然報了案 警察是沒有抓人 律政司是沒有告人 完全是無法無天 完全是政治不檢控的 這些就是 派邊那些叫做政治檢控 郭偉強那些叫做政治不檢控 你政治不檢控 但是我都可以私人檢控的 多謝很多朋友呢 就支持了私人檢控 在中頭呢 是籌了一百萬的 很多人來 捐不切啊 捐不切啊 不好意思 那呢 明天會繼續 郭偉強呢 和律政司呢 真是很麻煩 律政司 知道誰是律政司啊 D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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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背脊還是大胸口 我不知道他 啊 啊 啊 那呢 就 禮拜五呢 臨放工就給了一封信 發停 還說 發停啊 你可以不可以再押後六個禮拜去審啊 我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介入 這樣 我應不應該反對 還是支持他押後啊 當然反對啊 是不是 由 由六月 發停出了傳條給郭偉強 叫他上庭 到現在 都三個月了 是吧 三個月來的律政司 都未決定到 介不介入 介入 你一是就介入 就像許智峯那兩單那樣 你介入 發停 全世界看到你 怎麼干預法治 怎麼政治不檢控 是吧 我們的責任是堅持到底 將最醜陋的事 呈現在全世界的眼前 雖然 官自兩個口啊 啊 發停都現在要就範 有事啊 你好像 快便這個保釋案 你說是不是很離譜 不能保釋 是未審先坐牢啊 現在快便這個情況叫做 未審先坐牢 快便這宗案 是一般那些打劫啊 打人啊 還說你補了色 就怕你再犯啊 怕你再打劫啊 這樣 快便這宗案 是以言入罪 是文字獄 他現在在荔枝國 每一天都是文字獄 以言入罪 發表煽動文字 究竟什麼是煽動文字呢 去到上個星期二呢 終於知道了 原來大家每天說 每次集會說的那些口號呢 就變成了他的罪證 變成了他的罪錯 喂 個個香港人都說的 一半香港人都說的 為什麼說的時候你不抓我啊 為什麼快便由一月你一路監察著他 一路數著他 你每次說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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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多次幾多次幾多次 你不抓他呢 為什麼要9月6日早上抓他呢 是不是 根本開庭之前 全香港市民都不知道那幾句說話 原來是犯法的是不是 721不見人是不是事實啊 為什麼不能說啊 是不是 五大訴求 訴求都不能說 訴求都是煽動 有沒有搞錯啊 基本法之下 我們有言論自由 有表達自由 有遊行集會的自由 難道遊行集會要不出聲啊 是不是啊 我們以後說什麼啊 我們表達自由 是不是要讚你政府啊 讚鄭肉華 讚林鄭美女 讚林鄭美女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說這些就不抓啊 批評一些政策就抓啊 批評一些政策就不能說啊 今天我們健康講座 我們說一些政策的東西 我們今天有口罩啦 有單張啦 大家可以 大家保持它 和保聚集 行過就可以了 行過 我們這些義工呢 都會送一些 派一些口罩和單張給大家的 今次這個叫做普及檢測 本來之前叫全民檢測的 全民呢 全香港市民 為什麼現在不敢叫全民檢測啊 改了做普及檢測啊 因為原來全民只有百多萬啊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太太 原來全香港市民只有百多萬 喂 你說藍絲都是四成幾了 是不是啊 黃絲六成藍絲四成啊 為什麼不花錢 有好處 連藍絲都不去檢測啊 因為他們都信不過嘛 是不是啊 有好處 不用錢 為什麼不是爭崩頭 執書行頭 慘過賣的 都要你賣這麼多 說句 有誒有誓 都是只有百多萬去啊 裡面還有一些重複的 啊 就是證明這個政策 很多市民都是不認同 最少是沒有信心 從政策層面 我當然是反對啦 個人如果要去驗的 我不會批評大家的 如果就是覺得自己 旁邊有些人有機會感染啊 自己害怕啊 敢去驗呢 我是不會批評大家 但是你不要逼人去驗啊 是不是 剛才那個姐姐說 我老闆問我有沒有驗啊 我說沒有驗 我老闆說你沒有驗 不准上班啊 我說蛤 沒有驗不准上班 你馬上去勞工廚 是不是啊 現在什麼 什麼叫自願檢測啊 這個原來叫強制自願檢測啊 蛤 你是自願 但是你不自願呢 可能沒有了上班 可能沒有了分工 我們出道這麼多 又喊又勢又騙又迫 又迫 都只有百幾萬啊 又重複 是不是啊 其實林鄭自己很觸從的 他將這個檢測呢 是上升到反政府 甚至是反北京的層次 就是說 反對檢測的人呢 是反 反特區政府那樣的啦 跟著又說我們反北京 又說呢 中央這麼好意啊 你們又不領情啊 又不知又怒啊 這樣 好啦 現在最後啦 現在最後就只有百幾萬人 退策 那就是是不是 其餘那些是反北京呢 你是不是林鄭月娥自己觸從呢 根據一個全民檢測 就是這個變相公投 雖然香港沒有公投法 雖然公投你又說犯法啦 又說犯國安法啦 那樣 但是那些去不去檢測 很實在啊 不用錢 各國都有 去就是支持你 去就是傳言 覺得無需要 所以我很討厭那些學者說 不檢測就是不負責任啊 是不理你家人安危啊 又說你可不可以肯定你沒事啊 我說你現在測不出來 都不會肯定你沒事啊 對不對 如果為了家人安危 為家人安危 你也是要測啊 起碼一個禮拜三一次啊 是不是啊 根本這件事 其實 一個全民檢測 你說買個心安 有些人覺得是 但是你不可以批評那些不去檢測的人 不可以說那些不去檢測的人 不可以說那些不去檢測的人 不是一個良好的市民 每天去計算自己的因素 他信不過你 我真的怕他們的DNA屬中 你說不會 對不起啊 香港的個人資料條例 到今天 我們本來有一條呢 就說我們的個人資料呢 是不可以送去境外的機構的 即是包括外國 包括大陸 包括其他的地方 但是由立法到今天 那條條文都未生效啊 即是說呢 現在所有機構都可以 將我們個人資料呢 是送去境外 送去大陸也好 送去美國也好 送去哪裏也好 送去哪裏也好 這是沒有法例管制的啊 那市民去擔心 你怎能夠說他的擔心是多餘呢 對不對 不同的人 他們不可以做檢測 有他們自己的理由 從政策層面上 這個檢測我們覺得 是大海撈針 即是你說 幫一個一個一個 檢測一個一個 出來都是一件好事啊 從個人層面 可能有人覺得是 但是從政策層面 你可不可以說 我捉多個賊都是好事 所以我捉多三萬個警察 可以不可以這樣 當然不可以了 你去區域有一個政策 一個健康政策 你是要有成本效益的 到今天都不告訴我們 那些錢埋單啊 是不是啊 到今天大家都不知道的啊 是大陸請我們檢測的啊 是大家香港人最後要埋單的啊 是不是啊 是不能說不定啊 說不定啊 說不定啊 反政府啊 反北京啊 第二 本來那些人 那些大陸的人 來幫忙檢測 大家 說一聲麻煩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不要這麼做作 又說哎呀 他們又沒有睡覺啊 沒有吃飯啊 托那些箱子 剩下手啊 廁所都沒得去啊 拍照片做事啊 喂 你有沒有再矯情一些啊 有沒有再浮誇一些演技 是不是啊 香港的醫護人員啊 每個夜間啊 都是沒有睡覺啊 倒一口好吃啊 廁所都沒得去啊 那他們會不會說到 說到 說得這麼委屈啊 以為有婚日不結啊 啊 你做得這件事 就是做啦 就是服務人們啦 又不是我叫你來 是不是啊 啊 林鄭月娥叫你來 為什麼要搞這件事呢 你不要說什麼陰謀了 最後就是一句算話而已 好似當年沙士那樣 你看看沙士的歷史呢 他就說 多謝北京當年幫香港呢 靈抗沙士 救了香港人 他要寫這句而已 所以這次回去又寫了 多謝中央呢 這個 義務 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 那個檢測小隊來了香港 是的 幫香港人呢 一天做成八個檢測 令香港呢 有個疫情呢 是由高峰來谷底 然後呢 就零確診啦 多謝北京 他們想查來想辦嗎 是 他們看得很清楚的 你不要那麼肉酸喔 你有你做我阻止不了你 你不要說一些矯情說話 啊好慘啊 那些檢測人員 沒有飯吃啊 病都短短短啊 這樣 他越做完這些小動作 香港人是越反救 他的抗疫防疫政策 亦都是煩幾怕 倒行逆施 叫你封關 你又不封關 啊 跟著 疫情過了 然後還要二人探罪 最可悔的就是 連投票都不給我們投 是不是啊 為什麼要延遲一年啊 你延遲一個月 我都還可以說可以談一下 你知道12月 還會高峰嗎 是不是啊 每天十個八個 確診就現在是這樣的啦 是不是啊 上態來的啦 你是不是要三個月齡呢 一年齡你才肯選舉啊 他就是不想選 不敢選 不想輸 共產黨選舉呢 就不和別人的 共產黨選舉 是要知道結果 他肯選的 是不是啊 他沒有信心 他不是怕輸 他沒有信心贏啊 贏不完 贏不盡 他就寧願不選啊 是不是啊 延遲一年 是完全不合理 除了大選 補選都說不選啊 這個 臨保局長啊 曾國慧啊 說不會補選啊 喂 法例規定有議席出決 就是補選的啦 現在四個議席出決 包括有 歐樂軒 范國威 長刀 還有那個局長 副局長那邊 傻仔兵 是啦 傻仔兵 四席出決 遲些陳凱恩 又出決了 五席出決 接著 如果我們有些人不贏任 他又 那你一路都不選 一路是要9月 明年9月5號才選 這個是 這個是 和疫情有關的 不是講政治啊 講民生啊 選舉 其實是一個授權來的 然後選舉 其實是一個奪權的行為 本來人民用選票 在四年前 授權了給這班人去選 去做立法會議員 去到9月30號 這個權呢 就完 要由另一場選舉呢 再去授權 才可以做未來的 四年的 現在 取消選舉 就是 因為 建制派仍然在立法會 是保持絕 多數的優勢 地區直選 功能組別 千載難逢 都是過半數 所以 拖得一人就一人 將這個權 繼續拿在他們的手上面 不將這個權 還給香港市民 所以有些人說 你們不要在那裡爭 言任啊 還是杯葛啦 不如大家盡最大的努力 令到船隊盡快發心 喂我同意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同性 喂林鄭 快點選啊 喂 那他不理你 那你不理我 你不理我 我回去做多年 那他當然不理你 那他當然不理你 所以我説 你要去曬他 爬他輕 才有機會 一定是有機會 給到最大的政治壓力 這個特區政府 和這個議會 昨天有沒有聽過 梁君然出來說的 他說 他們以為自己可以拖到這些法案 其實拖不到多久的 我進去他的房子都很坦白的 他說 你知道我 你什麼法令 我都是給你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自然 他就會 要投票 所以他說 多些民主派在那裡 會令到法律家圓死 這是廢話來的 我們連入修政案 連發言的權都沒有 連辯論的權都沒有 所以怎樣 我認為 大家未必同意我 可能我不平日 大家都會有點失望 不要緊 我亦希望 如果真的說要留在這裏 最後 我不知道他們民調可不可以批評 就真是拼到底 但就算沒有議席 都一樣可以抗爭到底 大家看到哪個最好的例子 大家知道是不是 是啊 雖然大家為他不抵 區議會 我創成人是爭的 這次 這次臨門一腳 打算氣勢而紅 又取消了選舉 接著有沒有下次呢 我真的不敢說 我有沒有下次都不敢說 雖然我 我談出立法會 我都說我一定會回來的 就是說有選舉 我們會參加的 但是有沒有選舉呢 是不知道 接下來的這一年 是加難的 但是 我希望 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 好像快必這樣 涉而不捨 無論有沒有選舉 無論會不會DQ 無論 是可不可以參選 都繼續 不要怕 繼續做 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繼續用我們這麼微小的力量 開一個健康講座的街站 去作為一個示範 是告訴大家 一個健康講座都會 大家小心 今天我要宣布 大家保持距離 大家不要聚集 拍下大家 這些警車又來的 雖然 大家知道有風險 我亦都有風險 你有風險 但是如果是健康講座 599G 是有豁免的 十二豁免裡面的第十二項 就是 健康講座 六點鐘 所以留下很多時間 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寫一些鼓勵說話 給你發表 我沒有發表 我講 第五個集 開始已經聲散了 即是說完 潘騰站 做了幾個訪問 希望那些義工朋友 繼續堅持下去 說一個好 是不是叫好消息 都叫好消息 禮拜四 禮拜四 今天早上十點半 在金鐘高等法院 我們會幫快便做保職上訴 我們找了三個資深大律師和大律師 這次用重炮 許勝不許大 是幫快便做這個保職上訴 讓我看看大律師名單 我告訴你 包括有 資深大律師 彭耀雄 大律師 譚俊傑 和崔浩全 我們三位大律師 星期四 早上十點半會開庭 是做這個保釋上訴的 大家都可以去到法院那裏 或者法院外 去聲門快便 這個文媒報 我說上高院 舊快便 他說我煽動人去衝擊法院 我們瘋 舊快便 應該是黎智角 上高院當然是上訴 衝擊擊 瘋 我們星期四 上高院 舊快便 我希望他可以 很快下個禮拜 就回來 可以繼續去 在九龍東 和地方的健康廣座 街站 大家可以 面對面 去說些鼓勵說話 支持他 大家可以 如果支持法院 可以去用法院的專業 和我們的專業 去分享我們街站的片段 還有我們每天 去update發表狀況 我每天都會拍一條片的 大家都可以幫我們 share出去 去令到更多人關注這件事 因為 就算我們不能夠直接幫到什麼忙 大家覺得 都是要保持這件事的熱度 不要令到他們模式模式 這樣 現在很多事 都是很多事要我們關注 十二個被扣留在大陸的手足 我們也要關注 每一個現在上道庭 大家有時間去法庭 聽審去訪聽的 都要支持 不同的手足 起碼令到他們覺得 他們不是孤單 我們要告訴快邊 他不是孤單 他不是傻子 他在做事 很多人在支持他 大人 釋放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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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明天想見快邊的人 可以去到西九 東區徐民法院 兩點半 如果想看他保釋上訴 第一時間放出來的 就星期四十點半 早上 去到金鐘 福德法院 我明天就會在西九徐民法院 繼續大戰怪強 希望大家不同崗位 繼續努力 謝謝你 謝謝 其實劉公子他很有心 他昨天早上去了 勵之國修法所 去談話快邊 因為我們都是共患難 大家記得七一 一起被告這個參與美景提進集結 一起在北角差館 都找了整天 他都是每次抗爭運動都出來 他都很替他快邊不值 因為開街站去喊口號 被告這條殖民地時代的惡法 是說他發表一些煽動的文字 那什麼煽動文字呢 原來就是大家會說那些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七二一不見人 解散警隊黑不容悶 這些 是 個個香港人出來抗爭 都有講的了 所以用這些罪名去告他 現在收押他 兩個多月是非常之不公道 對於法比來說是未審先坐 未審先坐牢 所以我今天去了 我官堂和藍田兩個街站 都是把消息帶給大家的 我們已經幫快邊 就入了紙去申請高院保釋 我們會在星期四 早上十點半鐘開庭的 我們找了資深大律師 彭耀雄 和兩位大律師 組成一個三人的團隊 去幫快邊打這個官司 我們覺得在粉靚財務法院 姓蘇的法官 是未審先罰是很不應該 因為快必所 他犯的罪不是說 暴力的罪行 傷人 說他放了出來 會怎樣危害社會的安全 他只不過是行使他 憲法會予他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集會自由 去喊口號 去批評政府 竟然是已然入罪 不止 還要在未審之前 要他坐兩個多月的監 這個是絕對是 不合比例的 即我們跟 那個蘇法官說 我們不是要你今天去判他 有罪還是沒有罪 但是 在未審之前 你已經將他收押兩個多月了 這是很不合理 因為最後 如果他是被判沒有罪的 這兩個多月 就算他有罪 可能都是判兩三個月 那現在是否就是 要所有出來抗爭的人 連喊口號都不敢呢 令到我們的抗爭成本 抗爭代價 史無前例那麼高 喊幾句口號 不單止會被抓被告 還要收監 收監最少兩個多星期 其實這個法官 或者法庭 我覺得應該是 將那個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 還有 普通法的原則 是寧眾無謀的 當我們都未進入 那個案情去審理的時候 你現在就不讓他保釋 是很不應該 還有我們會針對 現在這條刑事 違反基本法 違反香港人權法 它 令到 香港人 是不能夠 行使我們的 表達自由 言論自由 是否叫他口號 批評政府 批評惡法 或者大白象工程 都不可以呢 以後我們遊行集會 只可以讚美政府 或者不出聲呢 大家一聽到都覺得 這條法例很大問題 就算裁判法院判了罪 都一定會去到高院上訴 而裁判法院在 未開審 未正式進入審訊 就先將快必收押 就好像先罰了他 這個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都有信心 星期四去到高等法院 可以幫快必拿上訴補釋 補釋出來 到真正排期審的時候 才由法庭去決定 條法例有沒有問題 或者罪必有沒有罪 而不是未審就先收監了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中文字幕提供